欢迎大家收看全新改版的媲美网 为大家带来的魔法课堂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网络上面非常热门的美容偏方 到底靠不靠谱呢 除了我以外呢 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美容达人许诺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许诺 许诺你平常会尝试这些偏方吗 会啊 尤其是那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偏方 我都会在家里动手去试一试 真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我们编导帮我们收集的这些偏方 到底有哪一些呢 使用婴儿油加上婴儿洗发水 就能调配出好用的卸妆油 价格便宜又实惠 简直一居两得 那网络上面的朋友的说的配方呢 是把婴儿油跟婴儿用的洗发水 5比1的比例调在一起就可以卸妆了 这个方法真的正确吗 我们来试试看 调好了以后呢 就把化妆棉泡到里面 那我先把彩妆画在手上 眼影会有眼线 唇彩唇膏也是很多爱美的女生 脸上会有的色彩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今天DIY的这个卸妆产品 可以干净的卸除吗 诶 大部分的彩妆是卸掉了 唇膏还残留一点点 但是眼线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残留了很多 那由此实验可以告诉大家呢 我们今天DIY的这个卸妆产品呢 其实它里面呢 是不含有卸妆的成分 它仅有这个婴儿油 它是可以利用油溶解彩妆的方法 来清除部分的彩妆 所以这个方法其实呢 只是推荐给大家 如果应急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调配 但是千万不能拿来做 天天的卸妆使用 说到黑头 几乎每个女生都有的困扰 网络上最有名的 取除黑头方法就是眼 据说用完后毛骨会变小哦 这个确实非常活 我身边的朋友都在问我说 这个方法到底管用不管用呢 我都会立刻去制止他们 盐呢它有一个杀菌的功能 但是如果针对黑头 是我们肌肤里面毛孔内侧的脏污 其实这个方法是很难清除掉的 如果力度掌握不好的话 第二天皮头就会变得红红的 而且有脱皮的现象 是你要是盐的用量太多 或者是力道太大的话 很有可能把皮肤比较薄的女生的肌呢 就破坏掉了 那建议大家如果要清除黑头的话呢 还是使用专业的清除黑头的东西 接下来呢是关于头发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偏方 到底靠不靠谱吧 椰子油算得上是美容胜体 涂抹在头发上可以让头发变得更加顺滑 就不需要专业的股肤油了 我们设置组也做了一个实验 一起来看一下吧 为了明确地对比出究竟椰子油 是否能够滋养头发 我们拿来了一款市面上热败的护发油 与椰子油来做对比 将联络产品等量头抹在 增长受损的头发 经过24小时后观察头发的增长 是否有明显的改善 我们经过24小时的实验之后呢 发现椰子油护发呢 其实没有网络上面传言的那么厉害 没错 而且椰子油它只是在 让你在头发的表面形成一种光泽 它并不会真的滋养到头发 所以你摸起来的时候觉得很滑 但是像刚刚的小片当中 过了一下下之后呢 可能这个效果就会发掉了 就当你洗掉之后 这种光泽感也会随之消失 但是像这种专业的护发油呢 当你洗掉之后 它的营养成分还是会留在你的头发里面 接下来我们看看 今天最后一个网络传言 到底是什么呢 各种品牌洁面仪越来越多 经常使用洁面仪会对皮肤造成危害 所以还是用手洗比较安全吧 在这边我们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选择的是这种 合格正规的洁面仪的话呢 只要搭配上正确的手法 它可以帮助你清洁皮肤 也并且不会伤害你的肌肤的 而且再说现在很多女生呢 每天都会化妆 加上现在的空气污染 如果你没有彻底洁面的话呢 你的皮肤反而会受到更大的伤害 接下来呢 许多话帮我们测试一下 传统的手洗洁面 跟洁面仪来清洁 哪一个清洁的比较干净 好 那我们就用柠檬来代替吧 那我们现在就是模拟 有上妆习惯的女生 在上粉底的时候 这一侧呢 是用手来清洁我们的柠檬 就相当于大家经常习惯 就是用手来洁面 毛孔里面的东西完全没有洗干净 要不要用洁面仪试试看 用手洁面的这边呢 在毛孔里面还是有一些堆积物 但是这边呢 用洁面仪清洁的 完全非常干净 所以由此证明呢 现在这个科技呢 可以帮助我们清除到 脸上很多难清洁的地方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除了跟大家讨论这些偏方的话题之外呢 今天我们也有礼物要送给大家 就是我的这本新书 三分钟抢救美丽 怎么样得到这个礼物呢 赶快来媲美网 注册成为会员 你就可以参加每周一次的大抽奖 非洲的礼物呢 就是有三本我的签名书 要送给大家 那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的护肤 彩妆 发型 服饰搭配 欢迎大家留言到媲美网 还有我的微博当中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边啦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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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